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高票連任 7月1日起展開五年新的任期 陳馮富珍說實現全民普及衛生保健 將會是他的工作重點 目前全球有不少的婦女受到疾病的尖誘 甚至是死亡的威脅 他會繼續致力改善全球婦女的健康水平 和非洲醫療條件 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所需的醫療服務 在北京,衛生部部長陳竹和港府都祝賀陳馮富珍連任 行政長官曾任權稱讚他得到高票支持 反映他的貢獻獲得世衛成員國廣泛認同 社密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就說 陳馮富珍過去即推動國際間的合作 促使全球為防空疾病作出更好的準備